HIGH 大家好,這裡是飛千辛,我是Jason 上一次跟大家分享 怎麼用Wineskin在M1、M2這些新一代的 Apple Silicon晶片的Mac上面去執行Windows的軟體 那今天要分享給大家就是怎麼用Wineskin來執行遊戲 這一次我們會先用暴雪的BattleNet來當作範例 強烈建議還沒看過我上一次的基本教學的 一定要先看一下 因為這次我會跳過很多基本的介紹跟操作 一開始一樣先打開Wineskin Winery 更新一下 這次記得下載最新的2.1.1 RC2的Engine 因為這個版本它可以執行鬥爭特攻2 然後建立一個新的Wineskin容器副本 由於執行遊戲比較容易踩到一些坑 所以我會建議你上一次用來安裝文書軟體的那個容器 跟這一次分開 這樣如果你等一下遇到一些問題 你可以就直接把這個裝遊戲的容器砍掉 再重新裝一個就好了 執行新的容器按下Install Software 然後開始安裝BattleNet的安裝檔 過程中一樣會看到一些空白文字 這是自行的問題就先不要理它了 我們只要點一些藍色的框框 繼續下一步就好了 安裝完畢之後它應該會自動啟動 然後你會看到登錄畫面一瞬間不見 最後只留下一個錯誤警告 將這個警告畫面關掉 等待一下它會要我們選擇下一次 點Wineskin要執行的預設的EXE檔是哪一個 這邊我們記得要選的是Battle.Net Launch.EXE這個檔案 至於剛剛淡掉的問題一樣都是自行造成的 解決方法跟上次一樣 先下載並複製特殊的自行檔到容器裡面 到Wineskin上面點右鍵顯示套件內容 依序進入Driver C Windows Phones 然後將自行貼到這邊 接著回到Driver C那一層的目錄 打開Wineskin 點進階設定 再點Tools 然後點左邊的Registry Editor 在這裡匯入剛剛自行的登錄檔 C全底線Phones.reg 接下來再處理自行的部分 比上次還要再多一個步驟 先下載濕源黑體這個開源自行 到下載頁面之後 點下面的Show All 顯示所有的資源 然後在裡面會看到一個 90MB左右的OTF 版體中文台灣的自行檔 自行這次是直接安裝在Mac上 解壓縮後 得到7個檔案之後 直接全選 然後點兩下 安裝完畢之後 點開字體部 選我的字體 如果有看到 濕源黑體這4個字的字型 就代表安裝成功了 接著重新打開Wineskin的登錄檔編輯器 按下Command加F搜尋關鍵字 Fone Substitute 搜尋結果裡面可以看到 MS-SHEER-DLG 和MS-SHEER-DLG2 點兩下進行編輯 這樣兩個都改成濕源黑體 然後就可以關掉編輯器了 接著打開WineTrick 搜尋DXVK 展開DLS 勾選最下面的DXVK Master 按下Run開始進行安裝 到這邊都安裝完畢了 就可以到啟動台去執行BattleNet了 接下來你就可以下載Windows專屬的遊戲了 但是現代戰爭系列 因為有導入防作弊的機制 然後又沒有去處理這些第三方的應用 所以就不允許在Wine上面執行 這邊的遊戲檔案都比較大 下載的過程中 如果Mac進入休眠 遊戲就會暫停下載 那你可以參考我另外一個影片裡面提到 怎麼樣防止Mac進入休眠 可以讓你順利的完成下載 推出遊戲的時候可能會遇到 開始遊戲的按鈕變成灰色沒有辦法按 打開下載管理器 看一下目前的遊戲是不是在柱列中 如果是的話將它更新一下 就可以繼續進行遊戲了 另外我也比較 由WineSkin執行的Windows 和Mac原生的Apple S3 相同的設定下 每秒的張數並沒有太多的差別 風扇和溫度的表現也差不多 那如果要下載是永生不朽的話 就必須先打開WineTrick 然後下載D3D Compile 47 才能正常的打開遊戲 但由於它目前還是Beta版的 所以也不太穩定 我自己打開是30秒左右 它就掛掉了 同樣的問題其實在Windows版也是一樣 官網也有很多人在討論 所以應該不是透過Wine執行所造成的 鬥陣特空2開頭就有提到 要下載是22.1.1 RC2這個版本 才能正常的執行 不然光是要安裝它就會提示你 系統不符合最低要求的訊息 在剛進入遊戲的時候 你馬上就可以感受到 執行起來非常的不順 過一下子之後 你就會被提出伺服器了 在這邊我們稍等一下 讓畫面稍微順暢一點 接著我們可以手動進行登錄 驗證器的部分 直接打開手機的App 點選手動輸入 將目前看到的代碼拿來輸入就好了 那登錄之後 其實還是會發現很多問題 像是設定介面、商城這些內容 其實你都看不到 在選擇戰鬥模式的時候也是一樣 但是它還是可以點得到 只是如果你沒有玩過的話 大概也不知道要點哪個才能選到你要的模式 那實際進入遊戲之後 執行起來效果還算可以 不過鬥陣特空2也是到了最近才支援 要等到能夠正常執行 可能還要再等一陣子 而比較多人關心的暗黑不壞神4 但是因為它需要Direct 12 Wineskin目前還沒有支援 現階段能夠玩到的機會應該是不高 只能先看看Crossover 或者是其他第三方的Wine表現得如何 才能知道後續的發展了 而如果想要安裝的是一些老遊戲 像是舊版的暗黑不壞神2 那因為它跟現在的Betal Knight的啟動器 並沒有直接關聯 所以你可以另外建一個Wineskin的容器 或是參考上一個影片 用Customer EXE Creator的方式 跟現在的副本建立在一起 一樣打開Wineskin.install software 安裝下載工具 選擇下載目錄之後開始下載 下載完畢之後 我們要重新修改Wineskin的執行檔 改成剛剛下載好的Installer.exe 接著執行Wineskin開始進行安裝 一模一樣的步驟在資料片上面再做一次 兩個都安裝好之後 將Wineskin的執行檔改成安裝後的Diablo 2.exe 接著執行Wineskin就會跳出Arrow 25的錯誤 這是解析度的問題 我們打開Wineskin 收行VD 勾選800x600的選項 按上RUN來執行 接著回到Wineskin 編輯執執行檔的文字 再後面加上一個空格 及-w的參數 然後關掉Wineskin 打開啟動台 再次執行就可以運作了 點兩下也可以放大視窗 除了沒有動畫以外 其他部分都是正常的 這個方法一樣適用於其他只支援低解析度的老遊戲 如果在運作的時候遇到一些問題 可以先試看看打開YTRIGG 將DX9和DX10的DL檔裝好 應該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用Wineskin來執行DX9、DX10的3D遊戲 都還可以取得不錯的表現 但如果像鬥陣特攻2這種是DX11的 目前的支援就不是那麼的完善了 下一次我們會介紹要怎麼用Wineskin安裝Steam 如果你手邊只有M1N2的Mac 又想要嘗試安裝一些Windows的遊戲呢 千萬別錯過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